第十二 作为组长 我如何更好地看待律法背后 从神而来的 那个深印和观点呢 并且去与会众分享呢 好好学习这节课 包括以后下节课 看不懂的仔细读 我这些视频 老师也会录视频 那个刘老师也会录视频 需要复习的 可以问他要听 然后反复读 书要仔细读 不要依赖视频 书要好好读 读不懂的在听视频 不然你总是本末倒置 只吃 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读的过程当中 你就感悟到这个书到底宝贵 很多答案 你自己困惑的自己 觉得读不懂的时候在听视频 然后我这个问答 我也会上传 所以我那个国内的 短书里面也会上传 油管的会玩油管的 可以看油管 去问固 直到你把它弄懂了 你在分享的时候 才清车熟路的 可以尝试着去整理 表达清楚 学没学懂 听都听没懂 误都问 误都问不懂 你更不用说 你去传递了 所以能听懂和传递 又是另一回事 听懂了 能表达出来 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作为组长 一定要好好学 好 行 你 听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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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